好,主席我們請管主委 好,請管主委 陳明文招委,咨詢完休息五分鐘 陳委員好 好主委,我想這個行政院江院長上台 特別有提到孟經濟 那孟經濟講完以後提出了振興 提振經濟新方案以後一直到現在 現在大家都在等待所謂的 這個自由經濟示範期的出爐 好像疏忽這一段時間 等於要拼經濟的具體方案 都是空白的 現在大家目標就集中在 這個看你能不能解決所謂的孟經濟 用所謂自由經濟示範期來打破 這個所謂的孟經濟的情勢 沒有錯吧 是不是這樣 他是一個中間非常主要的工作 我現在請問你 就是說現在江院長在 在倒閣案之前開了記者會 特別提到加速經濟發展 其實所謂加速經濟發展 也是寄託在你這個 自由經濟示範期的一個成果 沒有錯吧 是不是這樣講 到今天為止 大家都在期待自由經濟示範期 趕快這個草案 在行政院趕快通過 能夠趕快送到立法院來審議 趕快通過 我們看到了 自由經濟就可以解決台灣的經濟情勢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這是個很重要的工作 但不是會是全部 所以我現在要問你 就是說現在 大家都說 GTP要保二 你都說有信心 我剛剛在主席台看 你相當有信心 那你的信心即使在哪裡 時間停下來 讓他想好再講 沒有沒有不用停 我現在立刻講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第四季這個 我們希望這個在出口上面 能夠達到符合原來主計總數的預期 那我個人 原來因為當初在在做這個預測的時候 就在主計總數預測的時候 事實上沒有最近的死案問題 對 所以我個人希望這死案的問題 立刻要得到解決控制 對 要避免衝擊我們的民間消費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算打不到原來主計總數的預期 我覺得 如果我們第四季能夠達到2.3% 我記得是2.3%左右 全年保二 第四季剩下三個月 第四季剩下三個月 剩下兩個月 剩下兩個月 沒有錯吧 所以現在第三季的公佈是1.54% 黃委員說1.58% 58也好 50也好 現在就是沒有到2% 那如果說 在第四季以現階段的整個台灣的經濟情勢 事實上要保的很難 我們應該明眼說 說樣話 我請問你 保一有沒有困難 保一 當然沒有問題 會不會負成長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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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你說的喔 我記得你剛上次講到現在 你都有信心 3.8一直到2.7 一直到現在的1.5 我現在要告訴你 保一都有問題了 保一都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眼看我們經建會也好 或者我們江院長也好 在所謂的推動所謂的這個家事經濟發展 事實上 我們沒有看到具體的一個這個做法 現在我們看到了 只有這個自由經濟四萬七 那我現在要請問你 主委 那梁處長 好請梁處長 我們到底這個政府對外的一個經貿 經濟戰略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現在我講幾例 像韓國 韓國要跟中國簽FDA之前 他就先跟美國跟歐洲都簽完了 沒有錯吧 沒有錯 沒有錯啦 那你知道 你知道韓國的整個這個經濟戰略是什麼嗎 你了解嗎 為什麼他們會先跟美國簽 會先跟歐洲簽 然後再來跟中國簽 為什麼 韓國的戰略 基本上他是希望能夠跟主要的貿易夥伴簽FDA 讓他在世界各國的市場 減少關稅的障礙 那實際上就我記憶 他是先跟歐洲要去簽 對 歐洲人並沒有同意 所以他跟美國人簽 再跟美國談判到了某一個程度 看起來會突破的時候 歐洲人表示有興趣簽 所以這個不必然說是他現在因為簽訂的先後 他先跟美國先跟再跟歐洲再跟中國大 也就是說你認為韓國沒有所謂的整個他的一個戰略的一個規劃 沒有吧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他整個總體的戰略就是他要跟越多的國家簽FDA越好 處長 其實應該你要很清楚 其實韓國是用美國來威脅歐洲 我想他們是有他們的戰略關的 然後用美國跟歐洲談完以後才來跟中國談 那我今天要問你我們台灣呢 有沒有這個管制委 你能不能答覆我一下 就這個部分 我們整個台灣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戰略 所以有沒有他的我們的一個規劃 跟委員報告我們有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情況跟韓國不太一樣 我們首先必須要先突破 在這兩岸關係上的限制 這是一個我們必須要突破 我們不喜歡 但是我們跟委員報告我們必須面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跟韓國他說 我可以同時開始去接觸各方 看誰願意跟我們先談 我們就先談 我們中間是有碰到一些困難 但我們是有 尤其是我們是側重在跟我們身處的地區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等於我們台灣的經濟戰略 反而是跟韓國是反方向在走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跟中國談 台灣才能夠跟別的國家談 所以現在我們 我們整個台灣的一個整個 這個經濟戰略是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要請問你 我們對於自由貿易 跟我們基地整合 我們到底是怎麼規劃 梁市長 梁市長 好首先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我們能夠簽FTA的國家 我們先盡量去簽 因此我們今年7月已經跟紐西蘭簽了FTA了 也就是我們我們叫做ECA經濟合作協議 目前跟新加坡正在緊羅密股的做最後階段的磋商 第二個我們跟中國大陸 它是我們最大的外銷市場 因此我們跟中國大陸在2010年簽了ECFA架構協議之後 陸續的完成後續的四項的協商 第三個 我們希望很快的可以加入到TPP或者RCEP 所以包括自由經濟示範區 都是我們跟國際接軌重要的策略 謝謝 好謝謝你 我想今天我們在談的自由經濟宿安區 是我們主動要調降我們的關稅 那你剛剛講的這個是基本上是 是我們彼此互相要開放的一個市場的一個作業方式 那所以我今天要再問你就是說 那以後如果我們經濟示範區是這樣子慢慢成熟 這個開放以後 那未來的這個所謂的FTA 是不是我們還有什麼籌碼 我們還有什麼籌碼 我們是不是只剩下我們開放我們國內的市場而已 是不是這樣講 我跟委員報告 首先我們示範區中間不是在講關稅減讓 我們那邊本來是加工出口中間 本來就進來 然後加工之後 我們委外加工之後再出口 這中間所以進來的貨物不再課稅 可是那跟關稅減讓是不一樣的事情 好 然後我們 沒有這樣關稅 不是整個降關稅 不是整個降關稅 不是不是 我們還是有我們的籌碼 而且未來 我們籌碼在哪裡嗎 今天我這樣講的就是說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未來的談判其實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未來的包括像TPP 它就不完全只在關稅上面 因為牽涉到還包括法規的調適 所謂法規調適就是人家後來過問我們的法規 是不是可以跟國際接軌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 因為是這關稅 不是關稅 我私下還是會繼續跟你討論 但我在這裡再進一步問你 就是說 我們回到我們自由經濟出貨的條文 你們這裡的第13條裡面 有所謂的這個實際區還有虛擬區 沒有錯吧 有 那裡面這個特別提到的 第13條有深色管理的部分 那麼你們有講到所謂自由貿易器 有農業科學園區 加工出國區 還有這個農業科技園區等等 特別提到 張兵工業區也可以納入 沒有錯吧 你們最近提到張兵工業區也可以納入 沒有錯吧 那是有什麼法言 有什麼法言 跟委員報告 如果你們 上面不是白紙 黑字寫張兵 但是就是說 這上面是指這一類的圓區都可以 白紙寫約字是這樣講嘛 但是 你曾經跟這個媒體講說 張兵工業區也可以開放 那你的法言在哪裡 你的深色跟管理的法言在哪裡 我要請問你 你了解我在講什麼嗎 還有我跟委員報告 這是我看第13條中間 第6款下面有一個 警察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選定之區域 好 那中央目的這個機關是誰 譬如說如果是工業區的話 那就是經濟部 經濟部 是不是這樣講 那如果是這樣可以的話 那譬如講 像嘉義的像馬醋厚啦 大福美啦 我們地方自己開發的這種工業區 以後也可以納入啦 將這種花生花的話 如果地方政府申請的話 他配合自己的條件 那上面是要審核的 梁處長 是不是這樣子 剛剛管主也講的 是不是你 這是你的中央主管啊 是不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如果張兵工業區可以納入得到 那未來我們馬醋厚啦 我們大福美啦 嘉義縣政府自己開發這個 這個原金也可以納入我們 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啊 是不是這樣講 各位委員報告 在第二階段 在我們條例通過之後 地方政府他也可以申請 好 沒有錯 沒有錯 好接下來我們請財政部好不好 那財政部我要請問你 有關稅的問題 那你營手稅裡面特別收到有兩個部分 一種是0 另外一種是10% 沒有錯吧 那我請問你 那要符合所謂 技術的部分啊 他這個是說 我們外商授權我們4萬7000事業 使用技術專利權那部分 那外商就可以免稅 那是免稅的 免稅就是0嘛 0%沒有錯齁 對 好謝謝 來我們請那個農委會 這個陳主委一下好不好 好陳主委 我想喔 我看你的這個報告裡面喔 事實上我們今天是在講 這個規劃啦 執行啦 或者是衝擊啦 那事實上您的這個報告裡面喔 好像衝擊都沒有齁 都是成長 那我主要在這裡 提醒你啦齁 就是說 如果依照我們 自經濟的概念喔 是我們的農產品是可以進口 但是不能夠進到台灣的市場 沒有錯吧 對 那為什麼 這個你曾經 這個在媒體報導上說 我們 說這個 欸 依照經濟會規劃830項 進主進口的中國農產品 不但可以上岸加工 而且還可以 打上台灣品牌行銷 世界 而且其中的十分之一 可以進入台灣市場 您能說明一下 不過我想喔 這個部分欸 啊 其實 我們自由經濟示範圈 農業價值的原料 是全世界 都可以 不要一直看在 中國大陸的原料 喔不 這一點我要 我們都很清楚 但是我們有 有一個前提 830項的農特產品 是不能夠 從中國不能夠 進到台灣 我想這個是 這個要很清楚 我這裡說明一下 花生不能進來 花生醬都進來了 這是中國大陸的 花生醬都進來了 在民國96年以前就開放了 喔 不只是這個 所以花生 新鮮的不能進來 花生醬就可以進來 不 我現在幾例嘛 你今天如果說 說毛豆啦 紅棋啦 還是茶米啦 如果進到台灣加工區 然後從台灣再出去的話 那 那如果你們現在講的話 那 10%可以進到台灣市場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還可以冠名 冠名是台灣 喔 來行銷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台灣的品牌 本來 本來在台灣製造就是MIT啊 本來在台灣製造就是MIT啊 本來在台灣製造就是MIT 但是原料不一樣啊 如果說 對 如果是進了 是中國的茶葉進來 這樣可以嗎 台灣的 可以啊 台灣的主要經濟加值 如果中國的茶葉進來 我們加加值以後 然後行銷實際還是用MIT 台灣的茶葉不能進來 但是茶的萃取物 我們已經進來很多了 在96年以前就開放了 不 但是今天我要問你 自貿器 一樣一樣啊 你現在告訴我自貿器 那以後 你萃取物進來 那我問你 18可以進到台灣市場嗎 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規範 沒有齁 沒有18可以進台灣市場的 但是我要提醒你 就是說像花生醬 它現在從大陸就可以進來 花生是不能進來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加工後的 農產品 是可以 進到台灣來的 早就開放了 早就開放了 那現在怎麼防毒 怎麼防毒 你就開放了怎麼防毒 96年前就開放了怎麼防毒 也就是說 農特產品 它都可以加工以後進來 那以後 以後中國 會到我們自貿器在設廠嗎 這個在大陸加工 現在就可以進來 那將來在自貿區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 非常好的這個審查機制 我們現在很怕的就是說 現在的農特產品 八百三十項 的鹿農產品 如果變身的話 這個變成是台灣製造的 會搞掉 搞死我們台灣的農業 所以我想這一點 也特別提醒我們的 陳主委 830項 是馬英九 總統特別向台灣農民 宣示的 是絕對不能進口 不要 這個 這個 這個批了一個 進口加工再全數出口 這可以 進口加工全數出口 可以 但是現在 現在我們強調 不能夠10%轉進台灣市場 好不好這一點 我想在這裡 特別提醒你 好謝謝